替清查请到的建筑队器物共达六万七千多封顿 那辖内涵盖有朵溜、浦坑、浦尾以及伦贝等乡镇 那经检察官复训后核性及理性犯贤收押后准 那其共犯也交往后传 不过说他这个手法大概是怎么样 他是租来的还是跟农民说帮他填品 这部分你可以讲一下吗 我们征办的时候发现核性主权为首的处理废弃物的犯贤 他没有领有合法的废弃物清理的执照 所以他在清运这些建筑废弃物的时候 他就跟地主或者是跟农民说 你有土方需要回填 我可以免费无常的提供 所以一般的民众想说既然是不用钱的 没有收费 就答应了这个核性主权来请到 然后私后才发现这些招请到的这些土方 都是一些建筑废弃物 这个步伐所得大概多少 约啊约 第一次写多少 一亿多 上亿还要清点 不罚所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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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初估三亿人 那在此的警方呼吁 如果我们民众有这个 有储方回填的需求 一定要寻求合法的储方的来源 切物因贪小便宜而 这个任意的 请到 回填这个建筑废弃物 而且处理废弃物的时候 需要有相关的流程 而且符合 废弃物心理的规范 这样才能够打准这个 环境保护 以及管制 废弃物的再支援 活化为目标 OK 好